對於有運動習慣的民眾來說 陳勇是個好選擇 但在台南勢力游泳池 可能就要和其他民眾搶到陳勇 台南市議員邱莉莉抨擊體育署 對於委外單位管理不當 罔顧市民權益 因為要港級的身份 警員 你知道勢力游泳池有幾個水道 標準游泳池啊 你說外面那個老公池是八個水道 八個水道裡面呢 裡面小池的 裡面的溫水池的部分 應該不是標準 很抱歉 我現在收回去 你真的這樣很差勁 你做一個體育處長 市立遊泳池 你竟然不知道說 你裡面外面總共是一個水道 它因為營運成本 它居然在早泳的時候 只開放了三個水道 原因是說它救生員不夠 邱莉莉接獲民眾投訴 市立游泳池 因為營運成本考量 乘泳時間只開放三道水道 供民眾使用 而體育署回應泳池 因應時節會做不同調整的說詞 進階表示對於委外單位 未盡管理之職 醫師說現在是淡季 因為要生成本 什麼叫淡季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有跟他糾正說 你不可以這樣做 我們偉投給他 是你遊泳池 偉投給民間去經營 他可以分淡季 跟旺季嗎 像水都這樣子的 二職的委外單位 我覺得你要糾正 是 如果這樣是不是 他淡季連外面都淡起來 早有的人是沒有分淡季 跟旺季 以營利為主 我們市立不擁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的營業成本 我們公部門 我們不夠那個 能力 材力去經營 所以我們把委員 他在夏天的生理好 他怎麼不說 他現在說淡季 天氣更冷 他縮小水到 影響市民的權利 我覺得這個就要祭典 台南市委外設施眾多 其中包括泳池 與部分古蹟景點 市政府若沒有做 嚴格把關管理 民眾權益將何處逃 泳池成道開放 或許是冰山一角 日後將建設完工的新設施 與委外單位 是否要做相關的簽約管理 才是是否需要正式的問題 記者陳雲龍 王岐勳 台南報導